云界之门,克诺斯严阵以待 三人组为了请军入瓮 屏蔽了监控信号 以至于心恩在主控室内完全不知晶的潜入 三人组的计划是 引导辅助二人进入关押阿普顿的实验室 那里是计划实施的核心地带 结果,晶和宿水意外地在地下调制时 遭遇了一波因赛姆三 战斗中,晶的手臂受伤 因分解较速的侵蚀很难愈合 宿水耗费了大半生命力 身为损种实验体的他 他知道,就算顺利救出阿普顿 他自己恐怕也要留在这里了 但事已至此,只能勇往直前 晶和宿水有惊无险地来到实验室 终于见到了展厅中的阿普顿 在晶击退一个逆宗兽化兵后 阿普顿突然破裂 他捕食了逆宗兽化兵,恢复原型 可还没等晶高兴 阿普顿就要连晶也融合掉 直接攻击晶的控制金属 晶和宿水赶紧撤离 他认为阿普顿和当初的自己一样 大梦初醒陷入过度防御机制 阿普顿则一面追 一面融合前来送死的宿化兵 不一会儿就收获了大量经验值 宿水觉得事有蹊跷 阿普顿又不是卡巴 哪里来的过度防御机制 就算是,他为何不攻击自己 而是上来就对准晶的控制金属呢 就在晶还在思考 如何唤醒阿普顿时 阿普顿的体内发出一个声音 竟然是卡布拉尔 总算是掌握到诀窍了 这家伙与兽化兵的差别还真大 说吧 对阿普顿身体掌控熟练后 卡布拉尔从融合捕食的 兽化兵的遗传基因中挑选 完成收敛进化之后的姿态 化身恶魔阿普顿 这家伙的肉体已经被我完全支配了 我不装了 我是兽神将卡布拉尔汗 我摊牌了 怎么可能 兽神将的思念波 对阿普顿应该没用才对啊 经的疑问是正确的 阿普顿的确不受思念波操控 卡布拉尔所用的方式 源自他独特的体质和技能 卡布拉尔是中东分部负责人 拥有极高的战斗力 和最多变的战斗形态 他在人类形态下 是一位悬浮空中 人畜无害的老人 开大后会先进入准备阶段 也就是脑部形态 巨大的脑髓 可以伸出无数的触手 除了用于移动和攻击之外 还能释放思念波 召集兽化兵前来进行融合 在充能达到一定阶段后 触手末端会形成模拟头部形态 战斗力大幅度提高 而这些不过是为终极大招所做的准备 所以善于玩脑子的卡布拉尔 根据其特长 事先在逆宗兽化兵体内 植入了一个假脑 然后看准时机 解除阿普顿的控制 让其被石化的体内深处 极小一部分 但足够阿普顿复活的机体组织得到解放 再故意让逆宗兽化兵 被这小拖组织融合补食 让阿普顿复原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 假脑发出类似于阿普顿脑波的电磁脉动 欺骗构成阿普顿的细胞 让细胞以为真正的大脑已经存在了 让再生的阿普顿不长脑子 而假脑是可以接受卡布拉尔思念波控制的 所以它可以远程操控无脑的阿普顿 但阿普顿也是个要强的人 他是精的粉头不假 但绝不做无脑粉 于是他体内的细胞急速地分裂着 试图长出自己的脑子 让自我觉醒 而卡布拉尔不会让阿普顿这么简单的觉醒 他两次发射分子加速炮 佯装进攻 实则是在烧掉跟本体分离的阿普顿的身体组织 用自残来阻止阿普顿的觉醒 面对恶魔阿普顿的进攻 金指之防守不敢进攻 和村上的人格倒戈不同 恶魔阿普顿是被人操控的 完全没有自我意识 这也正中卡布拉尔的下怀 哈哈哈哈 你们的进攻他同样会受伤 搞不好还可能会死哦 怎么了卡巴伊 要不要用胸部粒子炮来试试看啊 面对卡布拉尔的激将 金保持克制 到处都是克诺斯的兽化兵 布下天罗地网 对面还有个下不了手的恶魔阿普顿 如果是卷倒恶人的话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攻击 可是你却办不到 就算自己会陷入生命危险 也绝对没办法夺走同伴的性命 神听金 这种天真 就是你身为战士的极限啊 胡说 金不是天真 总之 你这个卑鄙的老头 没有资格来愚弄他 哼 懒得废话 去死吧 废物 二人的对话让金忍无可忍 卡布拉尔 你们这些家伙 永远不会知道 我们是为了什么而站在这里的 呵呵 我倒要听听 为了人与人之间 名为信赖的羁绊 最重要的是 继续保有身为人类的尊严啊 金放下顾虑 只有战斗 才能解救自己的伙伴 这一刻他开始了真正的蛻变 与此同时 不知道卷岛是否有意为之 还是两个卡巴心有灵犀 他又在经行动的时候出动 并直接变身黑色巨人直装 直倒黄龙 进入美国亚利桑那总部 大肆破坏 卷岛这次的目标很明确 虽然这里的遗迹只是化石 没有单元的存在 但根据海林格的推测 储藏于遗迹 也就是贝克诺斯 成为乌拉努斯圣柜里的 两枚航行控制球还在 卷岛就是要得到他们 在巨人直装的基础上 继续合成为更大的直装 至今带领解放兽分兵一路 掩护卷岛一人来到圣柜前 巴卡斯自然不能坐以待毙 在失去魅奈神山遗迹之后 乌拉努斯圣柜 便是克诺斯最重要的遗产和颜面 他里面的记忆中枢 蕴藏着降临者的科技 是克诺斯的根基 当年阿卡菲尔正式把他交给巴卡斯 令其赶出一番事业 卷岛来势汹汹 首相们极力劝说巴卡斯先行撤离 但巴卡斯执意要去往最底层 与卷岛交战 博士 请您再慎重考虑一下 对手是那个黑色巨人直装啊 您万一有什么闪失 天可动 地可动 祖坟不能动 说吧 巴卡斯带领的眼腿和瓦夫达诺斯 来到圣柜之圣迎战卷岛 在遗迹最底层 即将迎来漫画开篇以来 最惨烈 最感人的战斗 此役过后 局势骤变 人心扭转 强制装甲进入更精彩 更混乱的中后期篇章 三位兽神将 都是忠心于阿卡菲尔的 他们对于卷岛踏入克诺斯的圣地 非常气愤 要用以死相拼的觉悟 守护阿卡菲尔的意志 和克诺斯的尊严 只是这场战斗 兽神将的战术匪夷所思 他们把重心放在防守上 化主动为被动 再者 巨人直装虽然强大 但三个兽神将联手战斗 也是很有胜算的 可他们却主动放弃三打一 让巴卡斯作弊上官 眼颓 瓦夫达诺斯 我不会只让你们两个上战场 万万不可 巴卡斯博士 我知道你有无与伦比的能力 但那原本是要用来 保护阿卡菲尔阁下的 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 瓦夫达诺斯这句话 暗示了巴卡斯不能参战的客观原因 他是不得已而为之 具体原因 我们到后文再详解 战斗打响 巴夫达诺斯释放出 比钢铁还要强硬 比丝绢还要柔软的尘毛 保护圣柜 牵制卷导 李眼颓则受神变 开启进攻模式 李眼颓获得了阿卡菲尔的空间能力 他的绝空战 刁钻强悍 让卷导吃尽苦头 当李眼颓的双臂尖端 画出三角形后 便会形成切断空间连续性的切断面 进入这个平面的物体 会被切断面的背面 传送到另一个坐标 一定时间后 切断面会立即关闭 还停留在断面内的物体会被切断 除此之外 李眼颓还可以利用切断面 进行空间跳跃 达到瞬间移动的效果 但这招却有一个弱点 就是这个一定时间 李眼颓本人无法控制 他只能自行估算魔法持续时间 进行战斗 极限操作杀伤力最大 但对自己的风险也最大 也正是这一点 后来被卷导利用 输掉了战斗 之后 李把这个技能传授给了王 同样有中国元素的超级英雄 后者也凭此技能 在复仇者联盟立足 李眼颓的名字非常直白 眼是锐利的意思 颓则是代表一种 中国古代神兽的名字 这个名字还表达了一个深意 那就是老高认识的汉字不少 因为我小时候叫他李活鬼 只是 统领中国分部的李眼颓 似乎忘了君子要乐于言而敏于行 他边站边为卷导 讲解自己招式的原理和特点 然后被卷导发现了绝空斩的破绽 后者利用切断面开启与关闭之间的时间差 把瓦夫达诺斯的陈毛攻击引向李眼颓 造成友军伤害 然后被自己的切断面拦腰斩断 李眼颓奄奄一息 靠水晶体勉强保存性命 瓦夫达诺斯知道卷导的强大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今天就牺牲这条命和入侵者拼了 他摘下水晶体交给巴卡斯 一是表达自己的意志 二来物归原主 但恩巴卡斯的知遇之恩 三百年前 在巴卡斯成为兽神将之后 他满世界寻找人才 在北大西洋的一个小岛上 他发现了一群介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人形生命体 称之陈民 而他们的国王正在沉睡 他就是瓦夫达诺斯 在与其交流后 巴卡斯震惊 原来瓦夫达诺斯和阿卡菲尔平辈甚至更年长 他是降临者早期创造的生命体 陈民与国王的关系 正如兽化兵与兽神将的关系 之所以他们被遗弃在小岛上 是因为他们不符合降临者的要求 所以成为了远古实验垃圾 同样是被抛弃的孩子 巴夫达诺斯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 和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他在迷惘、失落和孤独中沉寂万年 直到巴卡斯赐予他宝贵的水晶体 让他成为拥有目标的兽神将 在水晶体的能量压缩下 整座岛屿跟随国王来到人类社会 巴夫达诺斯就是这座岛的化身和凝聚 他拥有无以伦比的自然力量 而他的能力也被用于方舟的生态改造中 正如之前所说 方舟里有完美的自然生态系统 这都归功于国王的力量 现在国王把自然力量全部释放在战场上 瞬间 奴冒的森林布满地下空间 国王要和他的臣民们浴血奋战 守护乌拉努斯圣柜 我本是被丢在那个岛上的实验动物 要是没有遇见你 我恐怕不会接触到岛外的世界 也不会思考自己到底是什么 巴卡斯博士 你给连人都不是的我水晶体的力量 赐给我十二神将的地位 还给了我有尊严的人生 这样就够了 我这条命 还有我的王国 请您尽量使用吧 我的臣民啊 仔细听好 从漫长臣民中觉醒的王国 唯一的使命就是将那个可憎的敌人 黑色巨人直装 彻底歼灭 说吧 臣民们带着必死的觉悟和无上的荣耀一拥而上 法复达诺斯也要把万年漫长岁月储蓄的能量全部用在这一刻 与卷岛同归于尽 而就在此刻 远在日本的京突然把巨人直装抢了回去 眼看卷岛的战斗力大减 法复达诺斯认为机会来了 但千军一发之际 古利塞鲁塔带领解放兽杀到 在这之前 古利塞鲁塔率领四个解放兽 以灵伤亡的神奇战损断掉427个兽化兵 在古利塞鲁塔的授意下 解放兽跳到瓦夫达诺斯的身上 启动自爆模式与其同归于尽 悠久的森林被烧成灰烬 维持数万年旺盛生命力的瓦夫达诺斯和他的臣民们魂归大地 可即便如此 在强大的信念感之下 他那些在火焰中幸存的树根依然在为巴卡斯而战 树根在圣柜被毁灭的瞬间 取得航行控制球交给巴卡斯 李掩腿也用仅存所有的生命力 换取最后一次空间技能 在交出自己的水晶体后 掩护巴卡斯离开 这两位忠臣的死堪称壮烈 这一瞬间 读者的立场甚至发生转变 在故事的前半段 克诺斯完全是以反派的形象出现的 可是随着情节的推进 被克诺斯统治后的世界其实也没有那么糟 国界消失了 各种无意义的斗争几乎没有了 人类的科技水平 特别是生物和医疗技术 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克诺斯的统帅阿卡菲尔 竟然是曾经拯救整个世界的救世主 兽神将普鲁达 李彦腿和瓦夫达诺斯 他们皆忠心耿耿 致死不渝 这一战 克诺斯收获了大量读者的同理心 让人们惋惜两位兽神将的牺牲 只可惜两位死得再惨 也架不住巴卡斯的无能 在切断面关闭的千军一发 卷倒和至今也逃了出去 他们重创把后背交给危险区域的巴卡斯 夺取控制球 此战 克诺斯损失两元大将 失去百年根基乌拉努斯圣柜 失去航行控制球 失去总部 失去427名兽化兵和上百名基地工作人员 二号人物巴卡斯重伤 而卷倒的代价仅仅是四只解放兽 此意堪比靖康尺将灵获 主要责任人巴卡斯当之无愧 要成为神仙般的兽神将 必定是人中龙凤 巴卡斯不过是占了个仙 以一个老朽之躯偶得神力 之后他满世界网罗人才 召齐了10个优胜者 并把他们调制成兽神将 然后10个人里面出了4个叛徒 10人 巴卡斯是失败的 数百年间 巴卡斯苦心钻研兽化兵的调制 结果由于自己的失误 导致损种阿普顿的诞生 对于克诺斯来说 阿普顿就是定时炸弹般的存在 动不动就吃两个兽化兵收拨经验 而克诺斯二号人物海灵格呢 玩了几十年就能调制出解放兽 打出零战损的战绩 即便在调制上海灵格非常极端 但这也不是差距如此悬殊的借口 业务能力 巴卡斯依然失败 对于乌拉努斯圣柜的保护 上一次卷岛来袭时 他就惊慌失措 打算遇碎 这一次卷岛已经是二进攻 他依然是大难临头 向着同归于尽 按正常思维来说 圣柜里有非常重要的东西 第一次背袭时 巴卡斯就应该把他取出来 就算不取出来 也应该做好预案 护下陷阱 而不是坐等挨打 阿卡菲尔也看出巴卡斯不堪大用 从他被极欧的黑洞吞噬前后 巴卡斯的离谱表现 就对这位二把手心灰意冷了 这正是阿卡菲尔急需村上填补 嫡系心腹的根本原因 回到早些时间 今后速水大战卡布拉尔的战斗 卡布拉尔夺取卡巴新妾 他强行窃取日本分部的控制权 指挥兽化兵出击 这一操作让欣恩醒悟 三人组为何不请自来 结合普鲁达惨死的场景 欣恩明白了一切 他们和吉欧一样 是反叛者 卡布拉尔操控威卡卢卢小队 对金释放超音波攻击 让金解除直装陷入昏迷 然而这竟是金的夜兵之际 在敌人放松警惕时 金突然苏醒召唤卡巴 瞬间消灭兽化兵小队 并且再度直装的过程 让之前的伤害得到修复 智商重新占领高地的金 战斗决心也爆棚 他要救出阿普顿的意志 空前高昂 因为二人是生死CP 一番操作 恶魔阿普顿手臂冻穿了宿水 而宿水看准时机 一个NOVA让其短暂冰冻 金这次不再犹豫 用大招把恶魔阿普顿带走 嵌入宿水身体里的阿普顿手臂 得以保存 并开始吞噬融合 以宿水的身躯为苗床 开始再生 而这一切都是宿水的计划 他知道自己活不多久 倒不如用自己的命 换阿普顿的命 他在临死前 对今说了很多肝胆相照的话 你已经得到了这种 充满韧性的坚强 你跟卷岛的想法和目的 都不一样 战斗方式当然也不同 但你不必担心 卷岛是卷岛 身听是身听 我是谁 你告诉我呀 没错 我就是宿水 用不放弃的男人 啊 但是你不必担心 你只要以你的方式 继续成长就可以了 等你成长到 配得上巨人职装时 他一定会从卷岛手中 回到你身边的 说吧 宿水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的意志和身体 心火相传给了阿普顿 阿普顿接棒复活 对宿水的牺牲自责感动 不远处 卡布拉尔暴怒 他自认一世英明 却被最菜的卡巴伊 搞得灰头土脸 于是不顾一切 要亲自迎战 另外两人立即劝阻 冲动是魔鬼啊 卡老师 这样的话 我们的位置会被新人知道 我们就自爆了 老子就是要上头 别拦我 眼看卡布拉尔水晶体闪耀 并让云界之门的 思念波增幅器全力运转 库尔梅克知道 小老头要玩大的了 根据他对老师的了解 知道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 心生逃离的想法 卡布拉尔的兽神变 是十二兽神将中最特别的 叫巨兽神变化 也就是变身巨型哥斯拉 在科诺斯征服世界的X日中 卡布拉尔就是凭借巨兽神变化 硬扛核弹打击 拿下中东 巨兽神非常强大 但需要大量的能量 并且准备时间长 它需要先变成脑部形态 伸出无数触手 以及释放强大的思念波 让广大兽化兵 前来成为其养料 在云界之门思念波增幅器的召唤下 建筑内所有战斗员 失去意识 被强行兽化 如丧尸般前来投喂卡布拉尔 如此大的举动 自然被辛恩发现 他上前阻止 却为时已晚 眼看着数百名兽化兵被其吞噬 辛恩也无可奈何 他试图联系巴卡斯 殊不知那边的情况更糟 这还不算完 巨兽神变化需要的能量超大 但是云界之门的兽化兵 已经不足够 他用思念波控制全东京 经过调制的人前来 贡献他们的肉体 瞬间 成千上万经过调制的平民 丧失了心智 前一秒他们还是父亲 丈夫 快递小哥和up主 可下一秒就变成被操控的兽化兵 被动地前往云界之门 当肉体快递 城市乱作异团 这让支持克诺斯的人 大跌眼睛 原来接受调制 就意味着丧失自由意志 这当然不是克诺斯的宗旨 但高层的群龙无首 让隐患早已埋下 即便是第二阶段的准备形态 卡布拉尔也展现出超群的攻击力 模拟头部不但可以再生 还因源源不断的能量充能 无限增值 金知道 以他和阿普顿的实力 绝不是卡布拉尔的对手 他需要巨人职装 等你成长到配得上巨人职装时 素水的牺牲让金彻底觉醒 为了道义 为了友爱 为了让素水的死有价值 金这次以奇人之道 还治奇人之身 我要让你们知道 我失去的 我一定拿得回来 巨人职装 回来吧 在坚定信念的加持下 竟召唤回本就属于自己的神装 什么 难道我输给他了吗 我居然输给了身厅 卷倒一万个想不到 自己看不上的小弟 竟然用自己擅长的方式羞辱自己 也就是从此刻起 他对金的鄙视和轻蔑 转化为敬畏和忌惮 因为只有强者 才会得到尊重 面对强大的巨人职装 卡布拉尔在满蓝后果断变身 迎来终极战斗形态 身高60米 体重5870吨的庞然巨物 巨兽神 巨兽神强悍无比 虽体型巨大 行动依旧灵活 他可以物理进展 也能发射身体热线炮 以及大招炼狱炮 远程攻击 巨兽神身体中 布满了触手头部 用于防御观察 全身无死角 这里有一处 不知道是不是作者的疏忽 在设定页里 巨兽神的身高是60米 但在卡布拉尔拿下中东一战中 他的身高是100米 也有可能巨兽神的大小 和吸收的能量有关 吞噬的兽化兵越多 他就长得越大 像哥斯拉一样 核辐射吃得越多 长得越大 面对迄今为止最强对手 经和阿普顿的进攻 如同皮肤焊术 被卡布拉尔全面碾压 这下子知道巨兽神力量的伟大了吧 巨兽神卡布拉尔 真是个可怕的敌人 可是 我不能就这样在这里倒下 我要在这里彻底解放巨人直装真正的力量 在从内心站上卷岛后 金的自信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顿悟出巨人直装的真谛 解放了他的束缚 金迸发全新能力 变身为身高52米 体重2690吨的红色巨神直装 金果然是你吗 从前的身听金已经死了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扭护鹿金 其实巨神直装就是巨人直装的终极形态 道理和巨兽神是一样的 需要大量的能量 但不同的是巨神直装的能量 早已储备在异空间 而随时开启的关键 是强大的意志和精神力 金虽然没有卷岛强悍 但凭借人品和主角光环 可以屡屡在金手指上 比急功尽力的卷岛 占得先机 在装备巨神直装后 三个重力治愈球 与全身的能源增幅器全力运转 不停地从异空间抽取能量 保持巨神直装效能最大化 见迪加奥特曼变成闪耀迪加 卡布拉尔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巨兽神展开双翼 启动就连压制地球时 也没有用过的必杀剂 歼灭模式 库尔梅克和加比尔 一见卡老师要拼命 果断选择开溜 可在离开前 他们竟然见到了极欧 巨兽神升空 向下发射背极飞弹 这种飞弹杀伤力强 覆盖面广 如果金是一人的话 他会有很多方式对抗 但此时 他一方面要保护小小的阿普顿 一方面要顾忌平民的安危 面对两名深入战区的记者 麻生和长盘 金更是开启防护罩 以承受巨大伤害为代价 救下两人 关键时刻 辛恩也无法坐视不管 他立即受审辩 启动看家本领防护罩 保卫这座城市 辛恩是受审将中 获得阿卡菲尔防御能力的一位 他将在方舟出击时 开启防护罩 是一名坚实的后盾 辛恩和金一起抵抗疯狂的卡布拉尔 这也是第一次 金与克诺斯官方合作 虽然他们立场不同 切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 知道自己已经人神共愤 无法回头 卡布拉尔决定坏人坐到底 他把体内几千名兽化兵 全部化作能量 爆发出足以将 新宿一带化为废墟的 真炼玉炮 辛恩仰天哀叹 知道这座城市 自己是保不住了 他低下头 却发现金双手指天 要以一己之力 化解这场危机 对于中和真炼玉炮 金可以直接胸部粒子炮开大对轰 但如此一来 两股巨大的能量对冲 会产生超大的冲击波 到时别说新宿 就连整座东京也会被以为平地 平民伤亡不可估量 金为了做到对城市最小的毁坏 准备运用重力 制造模拟黑洞 反过来去中和真炼玉炮 但这一杀招 充能准备时间长 自身要承担更高的风险 生死关头 阿普顿主动被巨兽神融合 他虽然没有能力吞噬对方 却让巨兽神身体的 一小部分不受控制 干扰了巨兽神的大招输出 被金争取时间 阿普顿这招是用命换时间 因为卡布拉尔也有融合技能 并且能力远在自己之上 所以用不了多久 阿普顿就会被其融合 金 我争取到时间了 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 嘿嘿嘿 只要你跟巨兽神融合在一起 那个没用的身听金 就绝对不敢攻击我 不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何况阿普顿是打不死的小强 他被我轰 被阿卡菲尔轰 被捷库托尔轰 都火了下来 这次金不再犹豫 用模拟黑洞迎击针链鱼炮 二者遭遇瞬间 天地雷动 催扑拉朽 好在最终一切归于平静 针链鱼炮被完美中和 城市安然无恙 金能量耗尽 变回最初形态 毫无战斗能力 十分危险 好人有好报 麻士和长盘刚好在附近 接应了他 而另一端的卡布拉尔 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在大招对轰时 就迫于巨神直装的威力 留了一手 伪装成飞弹逃离 结果等待他的是同样逃离 且对其恨之入骨的阿普顿 阿普顿换上素水的皮肤 一个Nova干掉卡布拉尔 亲手为队友报仇血恨 也完成了单场比赛 换四套皮肤的任务 卡布拉尔化作积粉 但他的水晶体 却被一个神秘的存在获得 阿波尔昂 阿波尔昂是后期的焦点人物 充满谜团和争议 关于他的身份 至今也没有官方说明 当然 就算老高不给人家名分 对于我来说也无所谓 因为通读全数数遍的我 已经可以做出 八九不离十的推理 阿波尔昂真实身份就是 我们下周见咯